花莲省府与莉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等企业单位进行合作捐赠 提供花莲导入新的数位学习平台给花莲国中学资免费使用 而在26日智慧教育中心则是办理了教师的教育训练 期盼让花莲师生在学习和协助上能够有更好的掌握 也缩短城乡学习落差 疫情影响远距教学成为师生停课不停学的解决方式 莉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利与教育 协同天方能源利洋基电企业单位和花莲省府合作 捐赠AI力的365线上教学整合管理平台 提供给花莲国中学子免费使用 26日上午在智慧教育中心 县长徐正蔚教育处长劳中到场了解平台功能及教师研习状况 并颁发感谢状给利与教育总经理朱大文 生意员李秋旺也到场关心 那这次我要谢谢国立集团 释出这么大的善意 让花莲省的孩子 国中的孩子 完全免费来运用这套问题 从今年的国一一年级 那今年身上二年级 今年身上三年级的孩子 都可以回来复习一年级的课程 而且他整个为我们所有的老师 已经分析到后台的数位的学习历程 每一个科目 也就是刚才讲的标法制 你精确的找到孩子的错误的点 曾参与该系统研习的花冈国中校长李二明表示 不同平台提供更多功能和选择 能提升整体教育品质 达到学生有效学习 李集团是按照不同版本 不同章节去编写他的题目 跟他的知识点 那我们英才网是按照我们知识节点 不同的知识节点去做延伸的部分 所以说在不同使用平台上面 他的编排方式不一样 也许我们在学校端就可以让老师了解 李集团的使用平台跟英才网的使用平台 或者是我们AI测评网的使用平台 这都是我们在教学上面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 我想不管是哪一个平台 对学生对老师都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李集团的话 我觉得按照章节的话 可能老师跟学生上手的部分 会比较容易上手 李宇教育提供的数位平台 三年免费让花莲县内国中师生使用 教室演习课程由李宇教育人员担任讲师 寿命平台登陆路径 线上派军功能 课后影片补强教学等内容 集盘借由平台系统 分析学生学习历程 帮助学生学习 缩短城乡学习的落差 也让教师更能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及积极度 记得掌帮演华联士报导